今集和大家讲一下什么是数码足迹啦 欢迎来到吹吹水电脑研究所 我是老尖 在开始影片之前 记得留言、赞好、分享我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按旁边的小铃铛 当我有新片的时候 YouTube就会通知大家了 最后订阅吹吹水电脑研究所的Facebook专页 多谢 如果你在沙滩漫步的话 回头一望 相信你会见到不少属于你自己的脚印 脚踏在沙滩上留脚印好像是一件很普通的事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在互联网留下多少的数码脚印呢? Digital footprint 数码足迹是什么呢? 当你每次在网络发表文章、分享帖文 甚至浏览网页的时候 该网页要求你的装置安装Cookies 就会产生这个数码行径 包括你的IP位置 你登入时的资料 和你曾经输入过的个人资料 这些都会加入到你的数码行径中 简单而言 Digital footprint 其实就是其中一种代表你的网络身份证 那就有机会被有心人在网络搜寻里找到你的数码行踪 数码脚印有机会影响你的日常生活 例如雇主、学校、法力机构都会使用你的数码脚印作为依据 以雇主而言 有些雇主会根据你的日常社交媒体发表的言论行为 判断你的性格、宗教和政治取向等等 那就有机会影响你的前途 当涉及到法律程序的时候 你在网络发表的言论同样会变成法律的证据之一 数码脚印原来是有分两种的 主动式和被动式 什么是主动式的数码脚印? 就是你在互联网进行任何活动的时候留下的数据 最常见的就是使用社交媒体或者商用的网站进行工作 当你使用登入名称进入这些网站apps的时候 就会留下数码足迹 数码足迹最常见的例子包括Facebook、Instagram、Snapchat等等 或者其他社交媒体上发表的posts 输入网络表格透过电邮或讯息接收最新的资讯 你亲自同意在装置上包括桌面电脑、手机、平板、装置等等 去安装这些cookies 那被动式的数码足迹又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在网络上进行任何的动作之后 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留下的足跡或者记录了你网络活动和数据 通常是你的IP地址连结到网站时就会进行记录 例如连结网站的次数 例如你登入网络的时候 在没有通知你的情况下安装cookies Apps或者网站就会偵察你的位置 社交媒体和广告会以人工智能AI使用你的赞号 分享和留言分析你的兴趣 从而向你发放针对式的广告 不论主动式或者被动式的数码足跡 都会有机会被别人追踪和观察 因此当今年的年代之下 我们的私隐其实是很容易泄露的 假如你想知道如何保障你的私隐的话 你的行踪 甚至保护你的人生安全的话 就要清理一下cookies 无论Firefox或者Chrome都好 在设定的位置 可以选择delete cookies 那今集和大家分享过 数码足跡是什么种类等等 那下集和大家说一下 一个都挺抽象的问题 你怎样被黑客盯上呢 下集见 来到影片最后 记得留言讚好 和将我的影片分享给大家的朋友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按旁边的小铃 当我有新影片的时候 YouTube 就会通知大家了 最后订阅吹吹水电脑研究所的Facebook专页 多谢